我挺喜欢喝瑞士的雀巢咖啡 意大利的比萨鞋塔 法国读复工巴黎铁塔 奥迪亚 阿迪拉斯 奔驰 宝马 我希望这种会晤未来更多吧 这样是交流的一个信号 双方的合作会大于最利益 因为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中国外面也是要经过重庆的 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 对于他们的老百姓的 生活的品质提升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吧 法国的红酒的话 在国内应该还是卖得比较好 中国的发展向来都是秉持和平崛起 对吧 所以我们跟别人做生意 那当然是互利共赢 互惠互利吧 肯定这个是最大的趋势 其实我是深圳过来的 然后深圳 我们大家都喜欢去那个宜家那里玩 我家里我感觉也有不少 这种宜家的这种家具 我当时在欧洲的时候 我也看到有很多 我们国家的牌子 在那边也有看到 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现在小孩子都玩乐高 欧洲很需要我们这个市场 就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肯定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会越来越高 然后对于欧洲的来说的话 它的一些无论是消费品 还是工业品 它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多 对吧 所以说中欧之间的合作 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是大势所需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 然后接着我希望我们这个单边的开放 未来能够变成一个双边的开放 这样我们去欧洲也方便多了 希望他们对我们这边签证的政策 也能够宽松一些方便出国流逝 中国有很多人去欧洲旅行 希望欧盟能继续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密切合作 我希望从我这次会晤 中国去那里旅游价格可以稍微低一些 我是医学生学艺的 法国和德国的外科也比较好 德国的牙科也比较好 像是研究生硕士博士期间 两国复访互派研究生这种机会 希望能更多一点